回来了 回来了 你这是不当团长 改当家庭主男了 这个你就别想了 我今天心情好 把家收拾收拾 有喜事 官复原职了 我要是官复原职了 那杨青蓉不把我给吃了 那你乐什么 我找到了一个好去处 什么好去处啊 上学 而且啊 是上全军的最高学府 国防大学 别人都不愿意上学 生怕去上了学 没了位置 丢了官 你怎么要去上学呢 坐着 我给你好好说说啊 你看啊 我现在是免职待安排 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给我安排 为什么 我好好想想啊 现在全是正团职的岗位 一个空缺都没有 他总不能给我降一职吧 你说的有道理 很快到九十年代了 军队正在搞现代化建设 未来部队需要现代化人才 我正好趁现在这个空档 去学习学习 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 我还就欣赏你身上这股劲 报告 敬礼 我的官员已经过足了 你还报什么告啊 我没那么不懂规矩 我准备报考国防大学 这是申请领导批评 这好啊 取肚肚筋 深奏深奏 好事我全力支持 领导同意了 我当然同意了 我相信吕正伟那儿 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我看这样 尽快把你的申请啊 报到市里去 那行 谢谢了啊 等等 谢什么谢 你走了 我清静了你 那可不一定 我这是上学了 我有毕业的时候 你放心 咱们俩以后掐架的机会 多着吧 说不说你还来劲了 我等着 我超过来 你知道吗 你别还来劲了 你还能够 你还没这个 你还能够 我好多带 你还能够 我来 准备 你还能够 你还是要 我我 你还能够 师父麻烦您寄个包裹 从我军最高军事学府毕业后 又经过西南边陲战斗炮火的洗礼 岳军在人生道路上大步迈进 踏上了军旅生涯的第八级台阶 小伙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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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长 两位首长来我团检查指导工作 连个电话都不打 弄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打什么电话呀 我回老部队随便看看 就跟回娘家一样 那可不一样 两位首长大驾光临 我得组织隆重迎接吧 两位首长 两位轻 船部不去了 上车 去杨连 副市长 今天是星期天 两位首长还要检查工作呀 怎么了 打扰你休息了 两位首长不休息 我哪敢休息呀 我是说检查工作 我也得给下面通个气吧 要是通了气 能看到真实情况吗 你没看到吗 岳副市长 连个干事都没带 我这个副参谋长啊 都成了跟班的了 怎么着 听你这话有怨气 我没有怨气 好 岳副市长 要检查啊 先去哪个营哪个连 先去 离团部最远的二营看看 去二营 那可是我老卧子 怎么了 你的老卧子就不能看啊 不是这个意思 您上车之前你说的去医团 怎么现在找二营了呢 您来的时候啊 我还没想好 在路上才决定啊 郭小江和朱小旭 这两个小子 当年害的我被免了职 我去看看他们俩 谢谢他们 下来活动活动 后头见 岳副市长啊 我真是不想跟你一起下连队啊 为什么呀 你是我招的兵 可现在论级别呢 却在我之上了 以前没有实行军衔制的时候 军装都一样 看不出来 可现在呢 实行军衔制了 你肩上的星啊 比我多了一个 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老杨 我拔掉一颗星 让你平衡平衡 你就得了吧 你就把你身上的毛 全都拔光了 那么还是副市长呢 那不就得了 我记得当年我抄了一句 拿破仑的名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老杨组织全排人 没少批我 你看 他这个人还挺记仇 岳副市长 那个时候 我的思想是左了一点 可我现在变了 如果将来有朝一日 我也能当个将军 我做梦都会笑醒了 我的想法现在也变了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这句话没错 可是总想当将军的士兵 那也不是好士兵 你想啊 这将军啊 是塔尖上的人物 总想爬到塔尖上的士兵 肯定不好好工作 这种士兵一定不是好士兵 岳副市长 从国防大岳毕业以后 前到军做巡处当处长 没过几天 又到南疆参加自卫反击作战 全军最高军事学府 毕业的高材生啊 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是啊 可我呢 从一团团长 平调到失礼当副参门长 岳军啊还是在我之上 我以为这辈子 不能跟你共事的 那不可能 咱们俩就像两口子一样 打打闹闹 但总是离不了人 你 谁跟你是两口子呢 岳副市长这次参战归来 有什么体会 体会很多 总的来讲 没有任何事情 能超过战争对军人的吸引 精辟 走 上车 停车 直接去五连 都十点多了 要不这样吧 先去营部休息 明天一大早再去五连 明天 我就怕去晚了 你通知连离 明天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盈虎 你就等着熬夜吧 这施机关里边 任何人 都不愿意跟岳副市长下基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吃不好玩不好还睡不好 开车 走 走 走 报告署长 五连站是刘萌 周杰直勤 请出事 张副连长在吗 在 我在署长去找 副连长 副连长 好的 张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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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就是胡闹 这门都锁着 人在哪儿呢 怪了 西东时候还看见我们副连长呢 去 把通缘叫来 是 我来连长休假 知道缘缺编 现在只有副连长 张老平在位了 唯一一个副连长 也在位不在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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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愣着干什么 按照岳父市长指示座 学长 我 我错了 是我把张副连长 锁到宿舍里的 不闹 是 是副连长叫我锁着 他说 先生打扰他睡觉 他说 他说今天是周末 不用查杆查哨了 狗姑娘 副 副市长 我当了几十年的兵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联名党 为了让自己睡觉 居然让战士把你锁在房间里 我问你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 你怎么给我处置 首长 我 我病了 病了 我看你是思想上有病 张芳萍 回头的战争 再长 首长 我错了 我看今天就先这样吧 有事明天再说 先睡觉 你听候处置 朱小迅 搞文艺 你号称是有眼就能吹出去的来 你这是本事 可是当基层领导 工作上如果有眼 那就漏洞 五连唯一的副连长张芳萍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你们营里市长 你怎么解释 我们要求不严 管理不善 诚恳接受副市长的批评 你少给我来这趟 问题虽然不大 但是后果严重 我问你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 他怎么组织官兵应对 我提议啊 给张芳萍处分 以示警戒 这处分是不是太重了点 重 这要在战争年代 他该上军事法庭 有不 市长 我看这处分就免了吧 你刚到诗里 有些情况你不明白 这个张芳萍啊 她是 不过你张芳萍 李芳萍 谁也不能迁就 好 咱们不提张芳萍 这里的是你的老部队 朱小旭 郭小江 又是你的老部下 基层干部难当 咱们做领导的 就应该适当地 给体谅体谅 是不是 不要一到部队 就找毛病啊 找错误 还是应该看主流嘛 正因为他们是我的 老部下和老部队 我才更应该严格要求 我下连队是干什么来了 就是来检查工作 找出问题 如果找不出问题 我来干什么 我是好意提醒你 怕你得罪人 营里边 要按照岳父市长的指示去做 关队张芳萍的处理意见 尽快报到团里 走 去午连看 一二一 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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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 吼吻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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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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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正在进行轻悟轻描点训练 废什么话 我连这个都看不懂啊 我问你 他们为什么拿马杂当枪托 岳父市长 这是我想出的一个办法 以前战士们都是趴在地下 练习射击 这枪容易弄脏又不好擦 现在用马杂当枪托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放下几颗链 拿起便可走 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做了 放下几颗链 放下几颗链 四点之间进行 张铁链 到 五支战士进行招援训练 是 四支战士 四支战士 一班通过障碍最快十八秒 最慢二十秒 一会儿 师长 怎么样 成绩不错吧 二班开始 三班准备 行了 练发兵 到 没听到副事长说行了吗 不急救练了 苏小旭 到 拿卷尺了 取卷尺 首长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让你拿卷尺 听不明白 明白 卷尺 不用 我这儿有 一会儿 你亲自去量一下沙坑 和跳楼板 是 不值得 你是啥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还用重复吗 不过副事长 高板墙一点八米 杀成长一点七米 杨副参长 障碍设施 也是你接替我当团长以后的杰作吗 为了搞好营体建设 上级决定 重修障碍设施 这时间紧任务要重 所以我就动了点歪脑筋 缩小了一点尺寸又一眼看不出来 我就决定让他们干了 看不出来 我一看那几个动作像老母鸡的战士 能顺利地通过障碍设施 我就知道你那障碍修得有问题 你修那几个泡上干什么呀 典型的形式主 是 有吧 市长 当时你当副团长的时候 听说上级要来视察 你把营区周遍那片荒地 都撒上了小麦 这营区领导一看 好 绿油油一片 这等领导走了以后 绿地都长出小麦来了 这是不是形式主义啊 那是形式 不是形式主义 部队必要的形式还是需要的 关键看它有害没害 是 来不及种草坪 我种的麦苗 但检查验收完以后 我是不是把麦苗拔了 重新种的草坪 怎么你做的事就形式 到我这是形式主义了呢 你说话利索 我说不过你 可这话说回来了 障碍设施 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吗 是不是 杨心如 训练器械和训练场地 并不符合标准 大大降低了训练的质量和难度 你在平时 这是战斗力的损失 在战时这就是生命的损失 别跟我喊 那么再问你 上次你负责水塔那件事去 是不是 你不也偷偷降低了高度 偷工减料吗 造成了三婴五楼水沙不去 战士们洗缩成了问题 大小便都成了问题 这是不是形式 后来又花钱改造 损失多大 这是不是形式 好了好了好了 两位老书长都冷静点 是 我承认 在这个问题上 我确实是出现了错误 我也受到了处分 但是杨心如 你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 你自己的错误 关大一击压死人 你想怎么处分我 随你的便 老杨 我没有权利处分你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正确认识 认识这个问题 我认识到了 我认识到 你在做训科 当小参谋的时候 给我这个连长 一个处分 这说明你现在 还没吸取教训 我吸取教训了 我吸取了你被免职的教训 岳军 你是我带的兵 我提醒你一句 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部队建设指导思想 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 不要用战事的标准 来衡量平时的工作 好了好了好了 两位老首长都不要争了 我也说两句 岳父市长说的有道理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 部队怎么管 训练怎么搞 这的确引起我们的重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如果现在不准备将兵 那么将来咱们用什么 老杨 我觉得军人就只有两种状态 打仗和准备打仗 这就是军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赵儿 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聊聊 还有什么可聊的 聊聊你 工作态度为什么那么消极 思想作风为什么那么散漫 为什么每天都是无精打采的 看来副市长对我很了解吧 我不仅对你了解 我还了解你的父亲 这么说 你知道我父亲是谁 我当然知道了 我的老首长张宝良 那你还要坚持处分吗 你不怕对他没法交代吗 张宝平 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副军长的儿子 你就可以在部队婚日了 我告诉你 如果是别人 我有可能不处分 正因为你是张宝良的儿子 我就必须处分你 我是在替你父亲管教你 也是让你明白 什么才是军人的责任 岳副市长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在军事院校是高材生 各科成绩都是优秀 我在军区组织的比武比赛中 还拿过冠军 毕业以后 我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地 下到基层联队 就是为了一切崇陵开始 赶出一番事业来 证明我张芳萍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出来的 而不是靠附近扶起来的 那你为什么想的和做的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想的 跟现实差距太大了 我是个副连长 我提出严格训练 可上面有连长管着 说什么和平时期 装装样子就行了 还说我是高杆子弟 到基层来就是为了要一个履历 轻轻匆匆待几天 然后就回机关了 我什么都不干 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 我想要干点什么 他们觉得我是不正常的 说我是另类 说我是怪物 首长 我知道领导的指导思想 是安全压倒一切 可是连队的训练设施 训练装备太不完善了 我能怎么干 就像这用马渣搭枪托的事情 我早就提出来过 可连长说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搞的 很有好处 我还能说什么 还有这百米障碍 我向营里反应过了 要求他们拆离后 按照标准重新建造 可营里考虑 这是杨副参谋长当年搞的 怕拆了以后 杨副参谋长会有意见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在 百米障碍训练的时候 包里要放一个卷尺吧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提出来 对障碍物进行重新丈量 我一样会找机会告诉你 我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知道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拆除不符合标准的训练场地和设施 你们都有没有意见 我没意见 我们营里也没有意见 但是杨副参谋长的医院 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旺平 到 拆 是 让开 障碍设施 偷工减料应不而及 拆 你应该由我来拆 罗首长 您好 是我 叶军 你好啊 罗首长 有一件事 我要向你赔罪 我前两天去了一团二营 是处分张旺平的事吧 您知道了 那小兔崽子已经告诉我了 叶军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的态度是 一 对张旺平的处理是应该的 二 百米障碍拆得好 罗首长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就踏实了 好 就这样 是 赶紧 上下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买这么多毛线 我那打算给你娘和你爹 各支架毛衣 这下个月咱不是要回老家探亲吗 总得提前准备准备吧 知道什么呀 买线哪儿呢不就完了吗 又买的能一样啊 我这儿媳离她们远 也没法孝敬她们 总得亲手给她们做点什么 才能表达我的心意 真是我好媳妇 徐月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说呀 我想天心留职 下海经商 你什么意思呀 国家现在正在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想趁这个大好形势啊 拼出一番天地 成就一番事业 你刚刚提了厂里的当委书记 干得好好的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 谁吃错药了 现在咱们产多少员工 带分配 我主动提出停薪留职 那于公于私都是有好处的 你是厂里的党委书记 他再分流也分不了你头上呀 只要你在台上 咱们全家都有靠山 现在的企业是厂长和经理说了算 书记不管用了 你说你要下海下海 万一淹死了怎么办 你怎么说话呢 那么多人下海都发达了 有那大字不识一个的人都当了万元户了 我差哪儿啊 我受过部队教育 到地方我又做过这么多职位 我积累了多少经验啊 我不同意你去冒险 刘雪 刘雪 你就不能支持支持我吗 我就不支持 算了 我不跟你谈了 我是你老婆 这是家里的大事 你得听我的意见 你给我听明白吗 如果你阻挡我的事意 我可以不要这个家 王元亮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我决定的事情 谁也别想阻碍 月君 春月 是我呀 是刘雪呀 我还以为月君呢 怎么 月君没在家呀 你睡不着觉是吧 我哪像你啊 整天有元亮守在你身边 我们家月君又下部队去了 这不到现在不给我来一电话吗 春月 生日快乐 谢谢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今天是我生日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战友了 又在一个宿舍里生活 你的生日我怎么可能忘呢 还是老战友好 你看看我们家月君啊 一扎进部队就把我给忘了 我哪像你啊 我哪像你啊 整天有元亮守在你身边 元亮过去在部队的时候 有杨兴荣和月君管着他还好点 这一到了工厂 当了几天头头 这脾气是一天比一天大 上了那股子降劲 使头牛都拉不回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那你说怎么办呢刘雪 你总不能老给他降着吧 是不是 咱们做妻子的呢 还是要理解和支持丈夫 如果原谅死活不肯回头 那只能你让步啊 我的男人我了解 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老 我真担心他下了海 但捞不到鱼 连一条虾子也捞不到 可是我钱也没光了 我们这个家可就全完了 刘雪 我还真跟你说啊 万一王元亮呢 他非得下海经商 你呢又死活不同意 你们俩这么闹下去啊 那家也得玩 淳月 你帮我劝劝他吧 行 我一定好好劝劝元亮 不过你也别着急啊 刘雪 我们家来人了 那咱俩先聊到这儿好吧 好 再见 阿姨 你好 你好 幼市长给你打电话 家里站线 就让我给你买了一个蛋糕送来 他说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你啊 好 屋里坐会吧 不了 阿姨 我走了 慢走啊 这老月原来没忘记我呀 还好 这老月原来没忘记我呀 原来没忘记我呀 哇 早点回去休息 是 陆师长来见 好 车衣 你是替刘雪来做说科的吧 你这停行留职的报告都打完了 那我们还说什么呀 不过原谅我跟你说啊 你呢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 可是刘雪的话 你别老当年耳旁风好不好 刘雪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鼠目寸光 我那是下海经商 又不是下海去坐牢 我也是头发长见识短 我也同样不赞成 你放弃好好的工作去冒险 在部队的时候 我干不过阅军也干不过阴虎 可我万一成了大款呢 我是不是在他们面前 可以捞回点颜面呢 你也别劝我了 有时间啊 你多劝劝优雪 让他理解理解我 也支持支持我 哎呀 原谅啊 反正我跟你说啊 你一定要好自为之 知道吧 好 我知道了 哎 那个月君回来了 原谅 你跟月君说两句啊 原谅 怎么了 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原谅 王月君 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啊 吃饭了吗 吃了 跟朋友谈生意 肯定是在翻桌上 你想好干什么了 嗯 我准备去海南做房地产 去海南 你干嘛跑那么远的地方啊 你眼睛灯那么大干嘛呀 啊 海南刚刚建省 政策有优惠 发展空间也大 现在海南的房地产 那是炙手可热啊 跑马圈地成风 你说我现在去了 那不是大把大把捞钱吗 你干什么我都管不了 可是你到海南去做房地产 你懂建筑吗 你简直是异想天开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 你忘了我在部队是干嘛的吗 我是营房助理员 营房股长 这多少也得懂点吧 再说了 我找几个懂行的人 不就行了吗 我是老板 我动动嘴懂业务就行 老板 盖房子不是搭积木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那我这么多年的领导干部白干了 管点用的人我认识一车皮 这个年月 关系就是资源 资源就是财富 你懂吗 你又不懂 不跟你说了 反正你记住了 用不了多久 我王原亮就是大老板 但愿你的大老板 不是你的大头梦吧 先生 你的菜上齐了 请您慢用 是的 你们的菜做得很好吃 但是我今天没带钱 我来饭 你没带钱 你没带钱还来吃饭 对啊 除了吃饭就不带钱 菜我已经吃了 我估计这个事你做不了多 这样 你把你们经理交来 我跟他说 好的 您稍等 姚经理 姚经理 有客人让你去一下 姚经理就是这位客人叫您 行 你去忙吧 好的 经理 先生 我是这饭店的老板 请问 姚秀和 王原亮 怎么样 没想到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在这个城市里 王原亮想找谁 哪太容易了 你可真行 来 坐 姚秀和 越来越漂亮了 我觉得你比川军装那会儿 更有名字 别管我了 我呀 老喽 来 你请客呀 姚秀 就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菜 你吃得完吗 我可知道 你是有门的抠门啊 因为我知道这家饭店是你的 你肯定不好意思收我钱 再说了 你不是和我一块吃的吗 康别人只看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是这德行啊 谁让你转业之后 跟我们谁都不联系 这顿饭 就算是对你的报复 当然了 我今天过来 主要是想考察考察你 考察 考察我什么呀 考察你做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从刚才服务员的态度来看 你管理得相当不错 一楼大厅客人很多 证明你很会经营 混口饭吃呗 对了 刘雪怎么样啊 打电话让她一块来吃吧 咱们去续救 今天我们谁都不教 就我们俩 单独续续救 爹 娘 这是我给你们二老支的毛衣 冬天穿着暖和 你说 吹月儿啊 谢了 爹 瞧您说的 我是您儿媳妇 这是我应该做的 媳妇好啊 孝顺 爹 我给您买的酒 今儿啊 你们只要能回来 我们比过年都高兴啊 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呢 你说 我喝烧酒都成了 这么好的酒 我咋舍得喝嘞 咋不舍得喝呀 你儿子买两瓶酒还是买得起的 喝 大哥呀 这些衣服呢和玩具 是给您和嫂子还有咱们侄子 买的一些小礼物您收着啊 咋还有我的呢 早就没有了 人人都有 都有 哥 拿着 好好好 谢谢弟妹 不客气 你们也不把妃儿带回来 我想孙子了 上学呢 没时间 这样 娘啊 爹 等放假的 我带回来让你们看看 那 你们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呀 这哪行啊 咋不行啊 跟杨兴荣那女儿在一个班 俩人在一起玩得好着呢 今儿啊 想吃啥呀 娘给你们做去 娘 我最想吃的就是你做的扫子面 娘 我去给月婧做吧 吃娘做的 吃娘做的 就是想吃那扫子面呢 你哪做得了啊 娘 您忘了 上次您去部队的时候 教会我啦 别 还是娘去做 娘做的饭呐 你们是吃一回 少一回了 娘 瞧您说的 您和我爹身子骨硬朗着呢 你们呀 能活一千岁 一千岁 那 那不活成老妖精了 来 坐 娘 我去 月婧 你陪娘和爹好好聊聊啊 我去 娘 您坐着 你坐着 我去 我去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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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娘 他大贵是娘 今儿啊 你有福气呀 找了个好媳妇 哈哈哈